我的心里 心想 悠悠然淡 仿佛爱说 我人们的心 入味道是心 他们肯定 从来不被牵迷 他将会成为 迷航的钟声 远方的危机 黑暗中的质疑 那 璀璨的心 像 纯洁的心 人本就无限 就清静 只是暂时被 无名遮夷 人造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 觉知 贫苦多元 恨劫恶缘 菩萨不失等念冤亲 不念作恶不增恶人 第七 觉悟 无欲过患 虽为俗人不懒是乐 常念三一瓦波伐器 誓愿出家 所道清白 犯行高远 慈悲一切 第八 觉知 生死刺懒 苦恼无量 八大寸心 不计一切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如此八世乃是诸佛菩萨大人之所觉悟 经济行道 慈悲修慧 惩罚生残至涅槃案 赴还生死 度脱众生 以前八世开导一切 令诸众生 绝生死苦 舍离无欲 修心圣道 若佛弟子送此八世 于念念中 灭无量界 尽聚不敌 速登正觉 永断生死 常祝快乐 所以希望大家 要有这八种的觉醒 了解 觉悟 如果你不觉悟 生命对我们来讲 真是一个惩罚 越老越痛苦 感情越脆弱 最后孤独的死亡 所以这并不是老才觉悟 小孩子一生下来 你就要让他了解了 生命活着要干嘛 如果你不了解生命 然后你给他错误的知识 让他去追求成功快乐 到最后 他没有成功了 为什么 为了世间 你以为你有事业 出了名了 做了几个博士 这个叫成功吗 为什么 失去你的生命 浪费了 所以 我们要读经典 才会开智慧 第一个觉悟 世间是苦的 空的 我们的内心 经常有欲望 贪嗔痴 造业 所以要这样来观察 不要执着世间 不要执着肉体 感官的欲望 所以各位要看清楚 真相 第二 多欲为苦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人会生老病死这么痛苦 就是因为有欲望 有欲望要吃 要谈恋爱 要传宗接待 所以各位有时候 你要多看看那些 很老的人 七八十岁 九十岁了 那我们忙什么 所以年轻 一直忙 都是为了房子 车子 欲望 第三 觉知 心无厌足 为得多求 增长罪恶 所以 有一个要两个 要三个 要四个 所以 自己 就像喝海水一样 越喝越饥渴 就像吃刀上的蜂蜜一样 吃到自己舌头都受伤了 所以 一个有觉悟的人 菩萨 常念之主 安平守道 为会是业 所以做一个菩萨 烦恶恶不兴起 降伏 磨 烦恼磨 天子磨 就是魔鬼 生死的磨 五蕴磨 种种 出阴界狱 然后你才不会被这个身心束缚住 就像 事实上 各位 人间是个监狱 哪有关到监狱里面还在快乐 结果现在都在监狱里面半分离 结婚生小孩 如果一个人在监狱里面结婚 那有什么好庆祝 可怜 这个世间本来就是 阴界狱 因为你被这个五蕴 所谓 眼耳鼻则生意 色身相畏处法 眼见来自异世界 每天在念 十二楚 十八戒 绑住了 执着 就像你执着外表 那是一种监狱 执着感情 那是一种监狱 执着你的想法 那是一种监狱 所以为什么会执着 因为你有烦恼恶 所以这一点要了解 要努力地征服自我 所以第五 鱼吃生死 一个人如果没智慧 不听闻佛法 他就是这样 生老病死 赚钱赔钱 努力不努力 生生死死 所以作为一个发福利心的 有觉悟者 广学多闻 增长智慧 不但自己知道 还可以告诉别人 成长 成就变才 教化一切 给他们究竟的快乐 而不是世间的 痛苦的轮回 第六觉知 贫苦多愿 横结二元 一个人如果穷啊 大家不喜欢你 而且帮助不了别人 所以菩萨了解如此啊 一定要常行布施 帮助他们 自己也会有福报 但是你布施的时候 不分爱或不爱 伤害你没伤害你 只要对方有需要 就要帮助 第七觉悟 无欲过患 现在的人都在这个 财色名食碎 对不对 我们叫色身相畏畜 都在满足这些 眼睛看到了 嘴巴吃到了 耳朵听到了 身体穿的 摸的 所以这样的 无欲过患 已经造成痛苦了 所以虽然我们是在家人 不要被世间的这种 快乐污染了 要经常念了 哎呀 什么时候我可以穿出家的衣服啊 常念三衣 我不用在那边赚钱啊 拿着波 敲着法器 这样多快乐啊 自愿出家 守道清白 犯恨高远 慈悲一切 自己守清静心 还要利益众生 所以 第八觉知 生死次然 苦恼无量 一个睡觉 一天就是一个生死 我们每天都在变化无常 一口气不来就死了 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死 所以对一个有智慧的人 天天都在变化 生生死死 像火在烧一样 所以 生命本来就是苦的 所以 为了如此 我们要帮助众生 发大称行 普及一切 不要光为个人解脱生死 虽然 生命很苦 我们生起了 出离痛苦的出离 但要想到 众生更苦 所以要发大称行 普及一切 进一步 这句话最重要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愿所有众生 造的恶业的痛苦 我来承受 我所有的上根快乐 要回向给众生 让他们得到 救济的安乐 所以 这个叫发普利心 因为你了解了 哎呀 生老病死 欲望的痛苦 所以 众生都是在如此 所以你要发起 普度的大称行 所以 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 八种觉悟 听我讲两个故事 好不好 有一个农夫啊 带了一只驴子 结果呢 他经过了一个坑洞 很大 那只驴子没看到 掉下去了 一掉下去以后 哇 那驴子掉到下面 一直叫一直叫啊 农夫想尽各种方法 要把这只老驴子啊 拉上来 怎么拉也拉不起来 驴子越哭越大声 怎么拉也拉不起来 哎呀 老农夫很上心啊 他想说驴子这么老了 又又又掉下去 我也帮不了他 实在上不来了 后来他就找另外一个农夫帮忙 干脆不要让他这边那么痛苦 慢慢死 干脆把他填土啊 埋掉算了 那个地方 也不要让人家再摔下去 这只老驴子 早一点解脱吧 结果 他们刚开始把土 再拨下去的时候 那驴子叫得更大声啊 哎呀 好可怜 结果 他填到一会的时候 怎么驴子不叫啊 他们以为驴子死啊 怎么不叫啊 结果注意看 你知道那只老驴子怎么做呢 他光在那边叫没用啊 他现在懂了 只要上面把土拨下来 他就动 一直动 身体动 然后土就掉在他脚上 然后他就把那个土 踏得扎实一点 土一直下来 他一直身体抖 让他土在他脚 一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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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懂了 土填满 他就可以跑了 各位 这就是佛法 生命就像土 一直给你生脑病死 你哭叫没用啊 你要以这个苦做资粮啊 跨过磨难障碍 一切磨难都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啊 所以等他土填满了 这只驴子砰跑掉 连头也不回跑掉了 主人也不抓他了 他自由了 所以各位 光哭没有用啊 思考思考 精进 可以改变了 另外第二个故事 是我们活经的故事 以前有一个国王 非常慈悲 守五戒 行十善业 教全国的老百姓 这样的 守五戒 行十善业 不失 所以全国老百姓 安居乐业 没有小偷 没有强盗 非常和谐 但是有一个在家修行人 在山里面打坐 修行 结果有一天 他口渴了 到山下来找水喝 因为有一点黄昏了 他看不清楚 就挖了一口水就喝了 等他喝完水才知道 哇 原来这个莲花池 是别人家的啊 哎呀 他居然偷了人家的水喝了 结果他觉得很愧疚啊 我们全国没有人偷到 我怎么偷到啊 我是修行人啊 所以他就跑来找国王 国王啊 国王啊 我昨天犯偷到的 犯偷到的 国王说你犯什么 我喝了人家莲花池的水 国王说 哎呀 你嘛好啊 这个喝个水算什么 他说不行啊 那个莲花池有人了 国王 你要判我罪 你要判我罪 这个国王 哎呀 很不耐烦 跟他儿子说 王子王子 我现在有要事要办 先把他带进去 等我事情办完 再说吧 结果 这个国王就去办事了 一半六天 忘了这回事 王子也没有跟爸爸说 哎 你交代我回来告诉你 结果等这个国王想到 六天怎么办 那个修行人在哪里 跑到后花园 他一个人就坐在那边 六天没喝水 没吃饭 没睡觉 都坐在那边等 说你要判我罪 原来就是判我这个罪啊 所以修行人 甘心啊 哎呀 国王一看到很愧疚 非常愧疚啊 赶快把皇宫的房间整理好 带他去洗澡 用最好的东西给他吃 甚至跟这个修行人跪下来 哎呀 愧疚啊 愧疚啊 我忘了你的存在啊 看你六天没饭吃啊 那个时候皇后看到国王这样 哎呀 你太多此一举了 你身为国王呢 对一个乞丐修行人 这样干嘛 不需要不需要 但是国王那时候发愿啊 哎呀 我六年持灾 过午不时 偿还我的罪恶啊 佛陀讲到这个地方 就跟大众说了 大众啊 我就是那个国王啊 所以呢 我要出家前六年苦行啊 因为我过去是造了这个业啊 所以我必须要六年苦行才能够成到啊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皇后是谁啊 我太太啊 耶稣陀罗啊 我出家六年苦行 他在家里六年怀孕没生下来 被所有人的误会啊 说他搞万遇 有一个讲法是佛陀出家六年了 那罗霍罗才生出来啊 所以佛陀的太太被误会了 然后呢 我的儿子 那个王子就是罗霍罗啊 忘了讲 结果他被关在他妈妈肚子 六年才生出来啊 生出来以后还被误会为私生子啊 为了这个事情 摩耶夫人为了证明 他真的是跟佛陀怀孕的 抱着小孩跳到火堆里面啊 结果火熄掉 大家才相信说 哦 这个小孩子搞不好是你的 所以各位 佛陀说 一点点的疏忽 很大的果报啊 记住啊 他无心的六天忘了那个人 他老婆抱怨一下 要六年怀孕修苦心 他儿子忘了讲 他关在胎育六年 所以各位 做事能出心吗 所以这个就是佛陀讲的真实的故事啊 今天你 别人托给你一百块做好事 你忘了 在你口袋 放了两天 哇 你准备二十年做穷人啊 你不赶快给人家布施出去 你给他放了两天 两天这个功德才出去 他少了两天功德 所以我常想这个故事 做事要非常仔细小心 交代再交代 不能疏忽啊 所以这个修行神 这个修行人就是过去的一个佛 就这么精进 修忍辱消业障啊 偷喝一杯水 都要自己去自首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 好像一件小事没什么 但是 现在你看到很多事情啊 忘了关门啊 忘了什么事情啊 伤害到别人 都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果报的 所以在这一点 一定要持戒修禅定 观察仔细 所以来 我们再念一段经文 愿大家念这段经文的功德 再布施给众生 请翻到七十三页 我希望各位这一本啊 如果上回发给各位 上回是白色的 这回又加了一些资料 后面火供烟供的功德啊 但是 希望各位呢 从头到尾给他读一遍 因为 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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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你要很清清楚楚 首五戒有什么功德 泛五戒有什么业报 十二业有什么业报 十三业有什么功德 这个都要了解 佛为什么成佛 三十二项 戒的护法神 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做焉供 为什么要做诗诗 经典的根据 跟他的功德 显得非常清楚 所以请看七十三页 我们念一下 便意长者子经 我在这边希望小朋友 我们身为华人很有福报 懂得中文 你不懂得中文这下可怜咯 你看不懂经典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师父我受英文教育 我说你业障蛮重的哦 我以前不是流行讲英文吗 你业障重 看不懂经典 所以各位你无论如何 英文是 那是一种慈悲学习 今天看得懂了 看懂经典的语文要念 并不是说因为你是华人 所以念中文 而是因为 所有的 佛陀的精髓 大藏精是最圆满的 最圆满的 所以 这些各位要把中文基础 要熟悉 要懂 那你才会看得懂经典 你才会有福报 所以大家念一下 来 念的时候不用太快 但是要知道 太重要了 怎么样下地 怎么样升天 为什么有什么福报 太重要了 来 变异藏者子经 长者子变异白佛言 人和姻缘得升天上 复何姻缘来升人中 复何姻缘升地狱中 复何姻缘常升恶物 复何姻缘升畜生中 复何姻缘常升尊贵众人所尽 复何姻缘升奴婢中 为人所使 复何姻缘升宿民中 口气相解身心长安 为人所欲不被诽谤 复何姻缘得升为人 常被诽谤为人所增 形状丑恶身意不安 常怀恐怖 复何姻缘所生之处 常与佛会 文法奉持出不差为 遭遇知事 歹得好心 落作沙门 常得所愿 所问如是 为愿是真 分别解说 并持众会 德文证教 愿使一切 德济彼安 所以 这个长者子 是个大菩萨 为众生问的 六道轮回的音是什么 能够碰到佛的音是什么 长得庄严不丑陋的音源是什么 都 我们问得很清楚 所以来 各位翻过来 七十四页 佛告长者子便意 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无当未如解说妙药 有五世行 得身天上 何谓为武 一者慈心 不杀群生 西洋雾命令众得安 恶者贤良 不到他物 不失无贪记 诸穷乏 三者 真洁 不犯外色 男女互借 奉斋精进 四者 诚信 不欺于人 互口四过 无得贪欺 五者 不饮酒 不过口行 此五世 乃得 顺天 佛告便意 富有五世 得身人中 何谓为武 一者 不失 恩论贫穷 二者 持戒 不犯十恶 三者 忍辱 不乱 众义 四者 精进 劝化 懈怠 五者 一心 奉效 尽踪 四为五世 得身人中 大富 长寿 端正 微德 得为 人主 一切 尽事 佛 复告 便意 有五世 行 死落地狱 一节 乃出 何谓 为武 一者 不信 有佛法 众 恶行 诽谤 清晦 神道 二者 破坏 佛寺 尊妙 三者 四被 转香 放回 不信 殃罪 无尽 顺意 四者 反逆 无有上下 君臣 父子 不相顺从 五者 当来 有欲 为道者 以得为道 便不顺 施教 而自贡 高 清慢 傍施 四为 五世 死落地狱 辗转 地狱 浮游 出奇 父子 长者子 又有五世 行 躲 恶鬼中 何谓 为武 一者 千贪 不遇 不失 恶者 怯道 不孝 恶 亲 三者 愚民 无有 慈心 四者 积聚 财物 不肯 依食 五者 不给父母 兄弟 妻子 奴命 视为 五世 躲 恶鬼中 父子 长者子 又有五世 坐畜生 邪 坐畜生 中 何谓 为武 一者 犯戒 私窃 偷盗 二者 父在 敌而 不偿 三者 杀生 以生 常知 四者 不喜 听受 经法 五者 常以 因缘 艰难 灾戒 失惠 以俗 为缘 视为 五世 生 畜生 中 父子 长者子 又有五世 得为尊贵 众人 所尽 何谓 为武 一者 不失 周会 朴广 二者 礼尽 佛法 三宝 基督 长老 三者 忍论 无有 春味 四者 如何 千下 五者 博文 学诵 经界 四为 五世 得为尊贵 众人 所尽 父子 长者子 六有 五世 常生 卑贱 为人 奴婢 何谓 为武 一者 交慢 不尽 恶亲 二者 刚强 无功 乐心 三者 放逸 不理 三尊 四者 道歉 以为 深夜 五者 父在 逃避 不长 四为 五世 长生 必见 奴婢 之中 父子 长者子 又有 五世 得生 人中 口气 相结 身心 常安 为人 所欲 不被 诽谤 何谓 为武 一者 至曾 不欺 于人 二者 诵经 无有 彼此 三者 互口 不棒 圣道 四者 交人 远 恶 旧善 五者 不求 人 之 长短 四为 五世 深于 人中 口气 相 结 身 亦 常安 为人 所欲 不被 诽谤 父子 长者子 又有 五世 落在 人中 常被 诽谤 为人 所争 心体 丑恶 心意 不安 常怀 恐怖 何谓 为武 一者 常无 至成 欺杀 于人 二者 大会 有 说法 处 而诽谤 之 三者 见诸 同学 而 轻视 之 四者 不见 他事 而为 做过 五者 两舌 斗乱 彼此 视为 武士 若在 人中 常被 诽谤 为人 所争 心体 丑恶 心意 不宁 常怀 恐怖 父 至 藏 词 又有 武士 所生之处 常与 佛法 众位 初步 拆围 见佛 文法 便得 好心 若作 沙门 即得 所愿 何谓 为武 一者 身奉 三宝 劝人 令事 二者 做佛 形象 当时 先洁 三者 常奉 施教 不犯 所授 四者 普辞 一切 与 身正等 如爱 赐子 武者 所授 金法 作业 奉 送 事为 武士 所生之处 常与 佛法 重慧 初不 差 为 见佛 文法 便得 好心 若作 沙门 即得 所愿 于是 长者子 便意 文佛 说 武士 是要 法 之意 欣然 欢喜 逮得 法人 五百 长者子 皆得 法 眼镜 又诸 慧 者 各得 其志 佛 说 今 亦 诸天 龙 鬼 神 四倍 弟子 文 今 欢喜 为 佛 作礼 好 希望各位能够了解 里面的意义而去实践 我就针对最后一行 也就是说 这也是我们的期望 做这五件事情 永远不离开三宝 听闻佛法 乃至将来想要出家 都能够埋怨 这我们要去实践 第一个 身奉三宝 劝能定是 自己归三宝 侍奉三宝 也劝别人 归三宝 侍奉三宝 供佛像 印经典 护持出家人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叫 近似男 似就是事情的 近似女 第二 做佛形象 当始先杰 不但如此 经常做 庄严先杰的佛的形象 让别人欢喜 各位这个 讲的一定要去做 印的也好 印成纸很好看 现在还有那种 立体的 3D的 对不对 然后别人好喜欢 放在身上 你要去做这个 你要去真实 做给人家 你印的地藏像 很漂亮 人家很喜欢 贴在家里 最好你给它 标框框好 哇 大家更喜欢 第三 长奉施教 不犯所受 对于善知识 师父 给我们讲的 我们一定 依教奉行 绝对不违背 试者 普持一切 以身正等 如爱赤子 对于所有众生 都慈悲 就是看到对方 就像看到自己一样 你如何对待别人 以这个方法去对待 你如何对待自己 以对待自己的方法 去对待其他众生 这个一切不是光人而已 我们今天晚上吃饭 所以鬼也要吃饭 我们不希望被杀 动物也不希望被杀 我们希望健康 动物更希望健康 所以要做药供 做事实 放生 回向 如爱赤子 就像爱你的 独生子一样 第五 所受经法 住业讽颂 这一点最重要 像各位今天读一遍 每天读 读到背下来 读到熟悉 所接受的经法 日日夜夜 这个最重要 能够把它背诵下来 如果你能够如此 生生世世 遇到三宝 听到佛法 就起欢喜心 乃至就算要出家 也能够满怨 所以前面这五十条 总共 各个有五个答案 总共有十个 我们一定要到处 去弘扬 愿大家都了解这个道理 那其他 麻烦各位自己看 这本里面 有世间的因果 像前面讲的 一个人为什么 可以环游世界 一个人为什么 长得漂亮 一个人为什么 会有钱 一个人为什么 会做孤儿 等等 那前面有那个 因果对照表 那这个 跟我们太切身了 所以我们了解 也能够帮助别人了解 这个就是悲心 我们不希望对方痛苦 现在麻烦义工菩萨 再发一本 《噶玛巴语录》 越来越重 但是这些都是经典法宝 所以各位今天有法会读诵本 有这一本 《阴言果报》 然后这本《噶玛巴语录》 所以我们也读几句也好 希望大家从头到尾把它看完 这两天《噶玛巴》 正在汴京法会 正在讲课 已经讲了第七天 每天网路上都有 各位你要上网 《噶玛巴》网站 官方网站 中文的 有英文的 它每天在哪里的演讲 至少有字幕 马上翻译出来 将来还有一幕 它说这个 你马上讲 你马上接受 那个力量更大 就像煮热的饭 隔天来吃 就好像比较凉了 所以如果伟大尊贵的 很多长老法师上师说法 现在电脑连线 像今天晚上 都有电脑连线 在各地方都看得见 为什么 同享功德 它在家里点一只箱 也在跟我们一起做阉供 一起听佛法 透过手机 透过电脑网路 现在各位这边很方便 你可以在家里装 什么 小耳朵 对不对 他们说一个多少钱 380块 你可以看好几个佛教台 八卦生命台 慈祭 各位应该 赶快装 因为这个 让全家看 对不对 因为你每天要 学习佛法 你没有很多时间 看佛经 这么多法师 在讲经说法 甚至 甚至像这种法会 你看 你就得到那个功德 你等于在参加法会一样 透过你的心跟电脑连线 这么多人在放声 这么多人在听法 你都同享这个功德了 这个很重要 水席连线 所以哪里有法会 我们都要跟他连线 你也写一张牌位在你桌子上 最后回向 你也回向 所以整个就融入在这里面 就像你跟你的儿子连线一样 你的儿子住在英国 美国 电脑一打开 还有荧幕 双方都好高兴 一样是那个意思 好 拿到干嘛吧 雨露没有 这个雨露呢 就非常容易 但是 因为大宝法王慈悲 都讲得很白话 很白话 但是 我们只要读诵 你就能够了解 来 各位请翻到第二页 我希望各位 中文读一遍 福建威又踏一遍 你会讲英文又讲一遍 马来语又讲一遍 你会普度众生 你要自己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练习到讲佛法 不知道对方 不感觉到你在讲佛法 又是佛法 这个才是厉害 你不能贴着佛教徒的标签 然后跟他们讲佛法 他就说你是佛教 我是回教 不能讲 你是佛教 我是基督教 那就累了 所以佛法是世界共同一元 释迦牟尼佛是让每个人找到真实的快乐 而不贴标签的 所以你自己要多练习 讲的方法 参巧方便 来 噶玛巴语录一 大家来念一下 一 来 噶玛巴语录的含义即是指 噶玛巴您知道我的心 您了解我心中的痛苦与哀伤 请您怜悯我 慈悲我 请您庇佑我 救助我 请您不要舍弃我 噶玛巴 一直行佛陀事业者 即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事业化现 所以各位要念噶玛巴巴代表念所有的佛 念噶玛巴巴代表念所有的咒 事实上我们修行要这样修行 你的头顶 显结千佛百千佛都在你的头顶 菩萨在你的上方 阿罗汉在你的手脚 你全身就是一个三宝 经典都在你旁边 你要经常这样观想 这样观想干嘛 以三宝的圆满力量 布施给三界留到轮回众生 所以你念噶玛巴就具足所有的一切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说心疏无人知道 佛菩萨都知道 所以你只要你愿意念噶玛巴 你的心 诸佛菩萨都了解 你姓什么 现在几岁 生成八字 他都知道的 但是你相信佛菩萨 佛菩萨就能够引导你 你不相信 就像一个人快往生了 我把我所有的生命交给阿弥陀佛 OK了 OK了 阿弥陀佛一定圆圆满满 把你带到极乐世界 问题是 你对阿弥陀佛有点怀疑 或是一脚拉着老公 一脚拉着佛 你到底要放不放 世间又要 你要这边放下 你就跟阿弥陀佛走了 所以你要全然的相信 并不是叫你舍弃世间 你有佛的功德 你才可以帮助世间 记住哦 如果你没有佛的功德 你现在就像这个电灯 接了发电厂 发光了 这个发光干嘛 发光不是给佛看了 发光才可以照众生 照黑暗的地方 你真正的对佛菩萨有信心 你就会真正的可以普渡众生 可以帮助对方 第二 你这样 一切修持的重点 并不是在于物质 而是完全在于 心量及动机 有时我们会想做 广大的供养 但却没有丰富的资源 仅能做些微小的供养 也因此 让自己感到失落 甚至失去勇气和信心 其实真正的供养并不是在于外在的物质有多丰盛 但是在于自己的心量有多广大 所以各位 你手上都没有半个东西 就像你坐在飞机上 你坐在飞机上可以点香供佛吗 可以坐焉供下施吗 当然不行啊 但是你还是可以供养 像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明天观想它马上现出来 因为这个成为你的善跟功德 永不灭掉 善恶业永不灭掉的 你今天放生的力量都还在你的心里面 都电脑存档了 而且越来越增上 你明天看到一个病人 我把我今天放生的功德回向给你 并不是没有了 那个力量又增下一倍了 所以各位你每天都可以观想 善供下施 不再说别人出一百块 我出一滴水 一滴水 如果你动机是菩提心 心量广大 为所有众生 你超过别人 布施一百亿美金的功德 重点是这个 所以各位我想 你要有这个心 走过这边有 这个学校有五百个学生 有五百个学生 各个健康自在 将来申请英国成佛 那你就等于供养他们了 你经过一个医院 所有医院的人 大家都健康 业障消除 身上的病苦众生 我帮你明天要事做 放生 要供也回向给你们 你马上要做功德 所以各位最主要是 你的心量 跟你的动机 是为了众生 第三 念一下 共养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修持自心 扩展自己分享的心 让自己充满勇气 并成为一切众生的依靠者 与守护者 记住这句话 谁都想帮助亲人 帮助爸爸妈妈 帮助儿女 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你要成为所有众生的依靠者 跟守护者 只要你对佛菩萨 有虔诚的信心 供养 祈愿 所以我们供养 是希望 佛得到这个 供养佛的福田 把这个福田 要回向给众生 扩展自己的分享心 所以我今天供养一支香 回向给众生 众生都得到贡香的功德 他们就可以脱离 现在的痛苦 所以你就成为众生的 一个依靠者 所以各位至少要有个想法 你姓陈 陈家历代祖先 六亲眷属 就是你现在 至少暂时修持的责任 他们都在打麻将 赚钱 结婚 没关系 你负责修行 你要这样想法 慢慢地扩大了 整个槟城 就剩下你一个人在修行 你要很精进 光你一个人 花普利金 就可以抵挡 百千万亿人的 光你一个人 做的善业 就可以抵消他们 无量的恶业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决心 来供养佛 七请佛 加持 第四 来 我打从心里向大家说 如果只为今生利益 而没有任何善的意念 那所做的一切 也只是浪费心力罢了 被卡玛巴说 诚心地告诉我们了 如果各位今天做这么大的功德 只想要说 那我这辈子会健康一点 并赶快好起来 赶快发财 而没有一点点想要利益众生 那做了就浪费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做了 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回向众生 这个东西变成此时再再 第五 来 摇乎上师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能够促使 自己的心与上师相应 使自心得到加持 为了能获得上师加持 获得上师的慈悲眷顾 行者就要对上师 升起无照做的前进 而为了能升起 无照做的前进之心 行者就要不断地去做齐勤 并意念思维上师的功德 这样的话就容易升起绝受 并对上师升起无上的信心 所以各位要经常想着自己的师父 当然师父也不能随便拜 也就是说 你真实透过观察 了解三宝的意义 那这一位师父或上师 具备了像三宝的功德 有慈戒 有智慧 有慈悲心 哎呀 你透过观察以后 那你去皈依了这一位师父或上师 然后你就要每天提醒他 因为透过这一位师父或上师 他等于所有三宝的力量 皱在他身上 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都要齐勤 就像很多人都说 哎呀师父 做咽供有时候会怕 那你就齐勤你的师父 他说我齐勤你海涛法师 可以 有事叫他来找我 就叫你有信心就可以了 他说对呀师父 我如果去摸阿波都拿你的相片 好啊 你有信心比较重要 至于你拿谁的相片 另外一回事吧 你有信心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每天要齐勤你的师父 做什么事情就要报告师父 吃饭呀师父你先吃 并不是你天天能够亲近你的师父 而是你的心跟你的师父的心相应 所以师父在修行 师父在慈悲 所以我要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你修 修这个要修到会哭啊 很有感应 非常 这个哭不是伤心 是感恩啊 从内心里面感恩啊 没有我的师父 哎呀我这辈子白火了 我一定会堕落了 有我的师父在 哎呀我一定一切都可以圆满了 要这样不断地来齐勤 不断地来意念 变成一种习惯 所以每个人的心里面 都要有个强烈的点 但是各位不是说爱情这个东西啊 你也不能把师父当作爱情的对象啊 我们讲师父是 他代表三宝 代表真理 他不是一个人 他不是这个 这一点一定要 不是依赖 因为你齐请上师的目的 目的是为了帮助众生 我要去帮助所有众生 所以我齐请供养佛 供养上师 就像你去望阿宝 我刚刚讲的 因为你对你的师父有信心 所以你就望阿宝 哭到天空也不怕 在太平间也不会怕 为什么 因为有我师父在 是那种力量 而不是一种感情的依赖 所以各位如果你经常 摇呼丧师 在藏众人佛教叫 师父啊加持我 师父啊加持我 你要念着你师父的名字 供养你师父 所以各位你在家里 要把你最有信心的老师父啊上师啊 相片共在那边 共灯共水 当作佛一样 跟佛无差别 对你是最有帮助了 好 念最后一句 来 若是不具备慈心 悲心 欲菩提心 也就没有佛法的根本 所以整个大乘佛教的根本 就是这个 慈心 悲心 菩提心 所以各位每天要培养 慈 愿众生快乐 悲 愿众生离苦 跟了解离苦的方法 菩提心 我一定要成佛 带着众生 跟我一样成佛 乃至众生成佛了 我才要成佛 慈心悲心是一种感受 菩提心是一种责任 既然你要让众生离苦得乐 你一定要负起责任 现在先承担他们的苦 把所有快乐布施给他们 一直累积功德到你成佛 就近超度他们 所以有了慈心悲心 菩提心 你才叫佛教徒啊 才叫你在修行佛法 如果这个没有了 佛法就没生命了 所以我想慈心悲心 菩提心 才是戒 戒 真正慈戒 是不自私 只想了对方 大慈大悲 为众生成佛 而不是为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 把这个噶玛八语录 经常看 好不好 下回来考试 看你有没有做 看你那个脸 有没有像噶玛八 念念念念念念念 念久 还像你自己 越来越老 就代表你没有变 一个人修行要学到 你怎么像观音菩萨 对 我天天念观音菩萨 我念大悲咒 念久就像 因为你要这样观想 而且我就是师父 我就是佛 我老实讲 什么叫大乘佛教 马来西亚 我就是唯一的佛 你要从身里面 申请这个想法 这个不是一个臭品 这是一种承担 所以这里面 所有的人跟非人 都是我生命的责任 我要为此而精进 天天为他们修行 除了马来西亚以外 所有的这个地球世界 都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要早晚努力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想法 你有这个想法 你身上就有佛的力量 记住 千万记住 那个时候你感受到 什么叫佛的力量 不可思议 你千万不要用这种 愚痴的小我了 你会把事情办得很糟糕 你要以佛的想法 超越你自己 你就有佛的眼光 佛的智慧 佛的力量 来帮助中的 这个叫 南无奥陀佛 不要再南无自己了 南无 我是帅哥 南无 我今天是28岁的少女 南无 我裤子要穿紧紧的 因为大家都紧紧的 每个人都只是扮演自己 不把自己融入在真理里面 男人穿西装 你就穿西装 错了 这一套最好看了 现在流行西装 你要穿堂装 穿上司衣服 这一套是最庄严的 但是世界人认为 这个不行了 这个出家那还得了 全家革命 但我是乱才来去 所以 你该庄严的 你不庄严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南无 南无三宝 常念山衣 瓦波法器 自愿出家 手道清白 慈悲一切 这才是我追求的 好不好 大家赶快出家 好不好 好啊 好 举手一下 出家好不好 有发愿就有功德 你这辈子出不了 来世 马上也出家 你不出家干嘛 永远关在监狱啊 当然要出狱啊 要利益众生啊 所以愿我们今天 大家这样子的功德 来回向法界 一切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板桥碑院讲堂 举办传授八关灾解 继护生法会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7月27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 板桥碑院讲堂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 二段581号 点的电话 02-2963-7336 02-2963-7336 上午7点半 于捷运江紫粹三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法会被销在超电排位 欢迎填写 生命电视北区中心 举办护生点灯 祭祠碑施实法会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7月28号星期日 上午10点半 地点 新竹浦原佛道院前广场 地址 新竹县新丰乡坡头村 95-7号 点的电话 02-2917-8855 03-524-0338 法会被销在超电排位 欢迎填写 imag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这个是修慈悲心 要让每一个地方让整个地球充满爱 充满慈悲心 如果将来有人问你 请问人类活着要干嘛 你要说我已经体悟了 活着就是为了慈悲 没有为别的事情 因为我问各位 生命是快乐还痛苦啊 生命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 你们手上有个药包是不是 有吗 那以后就往旁边传 等下这个药包他们到外面楼下 找一个地方 就给他点了 布施哦 没地方就在对那种寺庙门口就好了 最好了 寺庙就有功德了 所以跟我背一下 轮回的本质就是痛苦 所以生命就是痛苦了 所以这一点永远要去思考 为什么 今天上午 我们生命教育中心慈悲啊 安排我们去那个 善德慈善老人院 有没有去过 各位有没有去过 哇 你们都没去 你怎么去呢 阿公阿嬷都住在那儿 当然一去那个地方 我一定先去佛堂 结果我去佛堂一拜 我才知道旁边都是一个一个一个骨灰塔 那骨灰塔 这边将近一百个 这边有排位 就是两百个 至少有两百个老人在那边往生了 所以我就在那边念一念 念完以后到隔壁 大概隔壁不知道拜什么 一进去 一个老人往生躺在那边 就我一个人 当然我也给他念一念 那后来就跟那些老人讲话 讲完出来的时候 他们交属才来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说 那个老人家住在里面十几年了 他眼睛都看不见 昨天刚往生 但是我那时候想说 我一个人居然跟他有缘碰在一起 他往生了 我坐着我站在那边念经 旁边可能还不知道 这一定是做过我的妈妈 不然没缘的 所以各位你要这样想 有缘都是父母啊 都是父母 所以我们早上法会完了 很多出家人都去把他念 我出来看到 我们今天去的每一个出家人都去把他念 这个老菩萨 可能虽然这辈子眼睛看不见 但是他活的时候 已经跟很多出家人结缘 所以他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 今天我们去出家人大概八九 每个都去把他念 灰漆之后念了 但是我认为非常好 好是因为让我们生慈悲心 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修行生老病死是假的 没错 但是我们能够慈悲比较重要 所以刚刚这句话也悲一下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慈悲 记住啊 你要把它记起来 你不要说活着是为我老公 活着是为了乱 探紧 活着是为了脚贷款 上班 那你就不了解真相 不了解生命真相就叫愚痴 愚痴你就要受苦了 所以生命的本质本来就是苦的 生老病死 痛苦 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希望不要痛苦 不要痛苦 但是痛苦的原因从哪里来 我们讲因果 人家比较相信 每次叫人家不要贪嗔吃他不相信 各位 地狱 鬼道 出生道从哪里来 这个果从哪里来 贪嗔吃 你有贪嗔吃的烦恼的因 你就有地狱 鬼道 出生道的果 所以你要不要贪嗔吃 一定要消灭贪嗔吃 你有了贪嗔吃的烦恼 你生口意就会造业 造业 那你就会三恶道 地狱 鬼道 出生道 或是六道 轮回的苦 所以贪嗔吃为因 三恶道为果 所以为什么要归三宝 我们靠着三宝的力量 跟我列一下 归佛 消灭贪心 归法 去除愚痴 归生 消灭称慧 我们叫翻邪归正 所以唯有归三宝 那么依教奉行 你才能够把贪嗔吃消灭到 而消除善恶到 所以生命 各位